接下来就让我们请上著名演员 姚刚老师 有请 欢迎姚刚老师 欢迎您 欢迎姚刚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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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欢迎您 又见面了 大家好 我是演员姚刚 非常高兴地跟各位好朋友见面 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 为什么会请您来呢 我是个运动型的男人 欢迎姚也在这儿呢 这个我给证明一下 因为我们全英会 也访过太多的嘉宾了 但是像姚刚老师这样 就是一到酒店 就先得问这健身房在几楼 或者跟我们编导得沟通 就有没有健身房酒店 我觉得这样的嘉宾 可能您这一位 我说的这没错吧 对 上哪儿去每天都会健身吗 每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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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是楼梯 比如说这是 这是真动起来 这一栋楼是十五层 那我就坐电梯下来 走上去 或者快走上去 再坐电梯下来 再快走上去 就还不是一趟 对对 来回再折腾各八小时 如果要是天气好 这个夏天呢 咱们就可以满街跑 再找一个什么体育场 足球 一般得跑多少公里 多少公里 估计一个小时下来 也就是六七 六七公里 我觉得这个姚刚老师 这个量啊 还是不错的 我问我们现场的现场演员吧 没有哪个像运动型的演员 反正我知道你是不运动型的 看不出来嘛 这一看就是练过举重的呀 健身房我也去过 因为这个健身房经常啊 有一些体验课 我就是去那个体验课 你就是蹭课去的 那运动型演员 怎么能一眼看出来 就是他这个 比如说坐姿和站姿呢 都站的那种感觉 和坐的感觉都不一样 他运动型的 你看他们四个人 跟他一站 是不是 他常年运动啊 他的胸肌啊 和这个挺拔呀 是吧 做的也是如此 他运动 他钓鱼 他钓鱼 那是鱼运动 运动使人年轻 那您看看我们这周培岩 这周培岩是运动型的吗 他是个吃型的 吃型 对 就是俩姜面果子下去了 有你的事 培岩 我听说你虽然说不太爱运动啊 看这体型看出来 但你这健身卡其实没少办 对 四五张卡呢 真的 真的真的 当开始是办了一个这个卡呀 上那儿洗了三回澡 后来我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了 跑上洗澡去了 洗三回我不去了 因为他那个条件不行 后来我就不去这个了 然后后来呢 又办了一个 第一次去报到 门口堵着好多老头老太太 在那儿要退卡 培岩我跟你说啊 这个我给你一个常识啊 就是这个健身房啊 它是以运动为主 这个洗澡呢 它其实有专门的地方可以办卡 没错 烦也烦也动了 这个得循序渐进嘛 是啊